是真的 在家會能做出米其林的新級料理 伊姐說米其林料理可以在家做得出來 不相信 今天就讓主廚示範給你看 對啦 這道米其林版的義大利麵 裡面有三組重點材料 手工麵 鷹嘴豆泥 跟龍蝦高湯 我們先來做手工麵 手工麵的作法很簡單 把蛋打入麵粉之中 米其林雞當然是要賣度然小麥粉啦 然後用叉子把蛋跟粉拌一拌 就會看到麵團滿滿的成型 如果太乾就加入適量的橄欖油或者是水 成團之後用保鮮膜包起來醒30分鐘 就可以切成麵條啦 接著來煮高湯其實很簡單 把蔬菜都切成丁 然後龍蝦桶丟進去熬煮 加入一些白蘭蒂 少許橄欖油 煮煮煮煮到龍蝦的味道出來 需要濃一點的話就煮一兩個小時 剩下的高湯也很好利用 煮好要記得夠力喔 鷹嘴豆泥比較麻煩啦 蔬菜跟豆子煮好之後 還需要用果汁雞打成泥 再回去鍋子煮熱備用 我們現在請主廚把TEMPO加快 不然連一姐自己都沒有耐性啦 把剛剛做好的手工麵條煮到七分熟 放到龍蝦高湯裡會炒到熟 不要忘了喔 把龍蝦肉也另外用高湯煮熟 接下來就剩下白蘭啦 把鷹嘴豆泥鋪在盤子裡 主廚還會這樣把豆泥平均的鋪滿 齁齁 米其林就是不一樣咧 然後用個空心的容器 把義大利麵還有龍蝦肉疊上去 使說像不像三分樣 如果你跟一姐一樣 手殘到不會玩疊疊熱 那直接放在盤子裡也是可以的啦 另外也可以放上去皮的小番茄 巴西里跟櫻桃蘿蔔片點綴 喔 主廚很工夫耶 還要另外倒一壺煮得更濃的龍蝦高湯 有沒有 這就是人家米其林的功夫啦 上桌的時候這樣就一上去 喔齁 整個吃高級餐廳的Fu都來了 再比幾滴感染油 嘿嘿 這個拿來週末宴客酒飾狂 今天晚上就拿來煮給阿娜達出出看囉